劉文端就好乎吃衰,硬是要抹開那些面具 林家三今天又顧及大陸的面子,我不知道他在串香港政府還是怎樣 明明上面都放手給你香港搞,大佬到處都要全民檢測 澳門都不知道多少次,香港就不用 你小心天天覺得上面都未取消鈍態清零 還是7加3、5加3這樣,香港不能一下子取消就變成林家玲 如果被上面指責,你報罰快我們這麼多,不跟隊 那就死火,但盧文端不知道是不是串你 一直都說你是,盧文端不止一次,之前他都說 很快香港都會放寬,怎知香港政府就沒有做 令盧文端變成了燈神,放了流料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去串,你們要顧著上面面子 香港政府太過頭鼠忌器,說真的 李家超,你要明白當日在林鄭時代 是誰殺停全民檢測,是梁晚蓮,是上面專家 其實人家給了一定的空間,你就不會去把握 每次都很怕很怕很怕,怕你放寬多些 可能又會被人罵,但明明你去國際7人籃球賽 身體最誠實,整宅官最happy的照片 全部都不戴口罩,甚至不是飲食不是食物都不戴口罩 你知道其實是有多緊急的情況,是這麼害怕嗎 這麼害怕你就不會這樣,在7人籃球賽的時候 但是你想一下,難道如果要這麼嚴謹 神早要你做全民檢測吧 當日可能他覺得陳少始、林鄭、管治沒有本事做全民檢測 一定大混亂,難道李家超你覺得換了你和盧寵茂 別人就覺得你有本事,是吧 當他別人都給你這種空間,你自己不懂不懂做 令到經濟又不斷地下滑 然後這裡又負增長,那裡又不知怎樣去蝕錢 然後自己自吹自擂 一兩件的所謂的金融高峰會 那些這樣的親人籃球賽,吹到天上有地下無 跟著那些法律州,那些其實大家都未必留意 又說是國際城市要深入,有幾個國際城市 線上會議,不知幾人參加線上會議 疫情期間很多地方都線上會議 是不是,真的來也多了27個 有幾個國際城市,我想請問 這些平時不當一回事,新聞都未必買 現在沒什麼好處,連這些法律州都要吹 劉文端那些的口貌究竟串李家超還是怎樣 就不知了 不過這樣,我只知道香港市民仍在喊救命 你政府麻煩真是的,不要再這樣 香港市民很慘,每天他幾多小時就有Omicron 有新的變種病毒嗎?他現在是第二隻東西嗎?特別厲害的嗎? 令到那些重症死亡會突然飆升嗎?沒有嘛 真是,個個都不放,你是死為了面子還是怕 怕被上面罵還是怎樣,上面都集二十條 是不是呀?有集二十條,還不省水 他們班人,盧寵物,其他同事和你唱反調 除了口罩,李老婆也和你唱反調 他現在,究竟你要什麼時候放?時間表又沒有,路線圖都沒有 人家商交怎會回來收那些錢?對前景都不明朗 永遠就一班一事無成,自己欺騙自己,平衡時空 和香港人,完全是兩個世界離地 一天解決不了一個問題,但就繼續製造不同的問題 你看看李家超,你看看由這個港鐵,由這個疫情 全部都搞到一塌糊塗,禮賓惡壞 你看看你廣東道的舖,跌了多少,跌了八成 廣東道,然後你政府做事他就是這樣 永遠就被演唱會事故的報告問你 康民署你最後把關,有沒有責任? 總之租用人,打國文化那邊他有問題 把關,好像楊雄的記者個個問你 你全部都秘而不答你康民署有沒有責任? 沒有勞工保險,為何勞工處都有批? 而這麼多年,譬如有些武道員,受到他壓榨 那麼多年,有沒有好好跟進呢? 其實基層員工在做地盤也好,做舞台搭建 很多時候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麼多年,香港政府有沒有好看實這些事呢? 說了結束那麼多年,現在不是D1 現在不是剛剛才新的,好像發言新大陸 其實這些D1開始都已經發生著 看有政府的報告出現,楊用雄那些 阿知阿朵永遠就不肯承認你康民署是有責任 沒有做好你的工作,沒有做把關 我們相信他們,我們沒有專業的人士 為何會不會專業的人士呢?你康民署 你負責在最後審排沒有專業人士 是這麼荒謬的 跟著工業的條例是不包括舞台搭建的 跟著原來是沒有指引就說 譬如你那些結構工程師要檢查的時候 要檢查哪些機器,有什麼流程,有什麼清單,完全沒有 跟在地盤一樣,每個禮拜都要求 要找一些安全認可人士去檢查 但要檢查哪些機器呢?完全沒有說 香港是這麼多事情都做這麼麻糊 為什麼被人覺得你禮賓樂壞就是這樣? 就是你香港政府整個李家超的管治 跟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說為香港創新編,想帶給人看耳目一新 現在完全見不到 繼續都是這麼多這些問題漏集 是繼續出現,連政府自己自己的不足都不肯正面面對 你說怎樣改善 就是你政府就是將一些東西,它沒有好好誠實去交代 那些報告那些重量,問題就是這裡 人家簽東西可以大家,因為專業人士是他自己找的 那報告裡面的資料可以錯 那你就將這些東西外判給人家 但是你負責把關 你自己不檢查多次,人家寫什麼你就信什麼 因為我信任他,原來講信字 不用講這個法律,不用安心出行,不用疫苗通行證 我信你有打針,你說你有就讓你退入 要不說法治呢,如果是這樣,那些信字 那些社會是他現在,禁而欺欺你,那些信字 然後就說其實我們康民署都沒有專業人士 那你最後那個負責把關,你沒有專業人士去負責 這麼荒謬,是這麼多年 現在幾十年來,原來從來都沒有 這個真好笑,又說要暫停大國文化 遭用你康民署場地,好了,租客有問題 那業主不用負責嗎?你試試 各位觀眾,有人將單位租給人 租客用來販毒,做制毒的工場 業主都會出事,隨時被釘契 你這輛車租了,被人出去做些非法的事 車主都隨時出事,你康民署雄館的場主 建設是負責做一關的把關 竟然政府沒有說你康民署有什麼問題 不肯面對你有沒有責任,這個已經很好笑 然後整份報告就這麼多資料都不肯說出來 那究竟是哪間武道公司,沒有去買勞工保險 甚至出現了這麼大件事,不報官照 名字都不說,盛傳那間就說 沒有,政府沒有聯絡過我們,那你怎麼搞呢? 你會見到香港他現在基層的員工 這麼多年來受不到保障問題 你政府就從來沒有跟過 從來沒有重視過 而這件事不好再變成悲劇 那些事全部浮現,大家香港人都知道 他以前也有勞保嗎? 隨時這些,他自己有簽個名就算了 鬼是認真看嗎? 看文署大家都知道 你怎麼會去現場認真看? 那些結構工證師,你要找自己人合作 又怎麼會去認真看?大家都知道 你政府有沒有從來執好這些細節 做好你的指令 鋼索在哪裡買? 在哪裡做出來?哪間公司? 什麼產品來? 為什麼會選這條鋼索到現在報告 很多疑點都是未為大家去釐清到 然後每個人在貓哭老鼠 又說這件事又怎麼怎麼慘 但你自己都沒有早本分 你自己都失職 就不要在貓哭老鼠假慈悲 政府那些報告,初初又說九月底 政府報告初初楊潤就說一兩個月內會有了 康民署說幾個禮拜後來九月底 是準備搞十一月中 但原來十一月中出來的報告 都盡量很多東西未釐清的 很多東西你都未搞定的 好像楊岳潤之後補充 還有些還要查一下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報告出來 你說盡量有最終結果? 還有些繼續要查? 就是譬如 藝能、協興隆一看 最大問題是他們 藝能和協興隆是不是真的 有些什麼問題呢? 他都說要繼續要查的 如果現在公司想找他們合作 都要找第三方的人去認證他們的答件 那為什麼藝能和協興隆 不用好像大國文化這樣 暫停它呢? 還可以接生意呢? 大家都知道 那關於屏幕 那些鋼索、螺絲那些問題 就是這兩家 那竟然報告出來 出了之後 是不用暫停他們去接生意的 可以這麼奇怪的 就是等於鋼索 譬如警方就說 產地不重要 是不是大陸去製造 那為什麼好像 譬如你港鐵 整架車這樣出軌 然後譬如那些媒體 什麼零一那些就說 哎呀這架車是英國車來的 就是不是大陸車 你們不要吵架 是英國這句有問題 那你不說一句 其實這架車在哪裏做呢? 不重要的 的確都不關事 是維修保養問題 現在說你的護欄出現了問題 那麼護欄為什麼會這樣出現問題? 維修保養做得不夠好 可能那些螺絲都沒有上去 上不實 好笑的 現在禮賓惡壞到 等於整架車這樣出軌 你就說 就是稍微偏離路軌 怎樣稍微偏離路軌 是許智安 是真的出軌的 即是它不是壞了一架車 它是真的你們那些做得不好 是真的壞了 那道門 四道門這樣飛出來 有兩個打橫躺在那裏 好笑有玻璃幕門 如果不是飛出來摘傷 如果繁黃時間更大 摘傷那乘客又死火了 在裏面跌又會摘傷車廂裏面的人 然後你就說車門移位 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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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位就算 是全部輕輕帶過 這麼好笑 你只不過 好過陳凡事 陳凡當時同路彎 有車門飛出來 是不見人 沒有交代 今次林世雄就要求 他都去現場 星期三就要初步報告 兩個月內就要真正的詳細報告 我都想問 不要重到MIRROR已經重去報告復設 又是你承諾了日期之後 兌現不了 還有其他工業事故 可否一視同仁 都是要緊張去看呢 你看今次港鐵 一天瘋了 兩天三宗 這裏又炒電梯 那裏柴灣又這樣炒 又可以這樣 接著安排那些接駁巴士 習慣了那些都要鼓掌 搞到人們在這裏很混亂 這裏有沒有指示那裏 不是去左東站 只是去太子站 人們說你站那些 為何他不能上車 接著安排他們走的時候 有一些行車尾 摸黑行軌道 回去旺角月台 但你又不停這個 觀塘線的車 搞到別人在邪對面就見到 觀塘線車在你面前他經過 差點造成意外會死人 為何不暫停呢 原來根據指引 其實這一招 走軌道 是應該最後一招的 那為何你會 那時候這樣用呢 這樣做呢 又不停那些列車呢 這樣進去很好笑 那當時 全灣線壞了 就踏觀塘線 他說不讓你踏觀塘線 阿叔就拿著行李 他說為何 那些職員 刁難了 不能走回 踏觀塘線 那你又不明白 那我又說你踏回 王國太子不行嗎 死都要 就是逼你 在外面走去左敦 然後走室外 然後就等接駁巴士 笑到你 我都不知道你怎樣搞 我真是 然後你香港政府 你看一下 你大股東來 就算你罰他二千五百萬 那又怎樣呢 左手交右手 遲些又加價 你見到香港就是 由你政府辦事 那些公共濟透 這樣製造 像港鐵 一年來兩次這樣 那些車門飛脫 還沒計算之前 就是紅磡站那時 那些試車 就是又是出軌 跟著又試過那些車在 就是 它中環線 搞到要停了兩天 就是好想當時駕車 好像是沒有人的 就是兩條線的車撞傷 都是這幾年來發生的事 以前有沒有那些這麼頻密 以前那些重要的事故 有沒有這樣出現 在這幾年之內 是不斷發生 連車門飛脫 以前都不會有 現在一年就兩次了 可以這麼大件事 我想問你 整班人是做些什麼呢 好像今集培這些 港鐵行政總裁 嘩真是 然後這些 下台都不用下台的 繼續坐在這些位置 發生這麼多事故 即是香港有沒有搞 無緣無故這些 不是說政治 是說民生 都搞到一塌糊塗